大家好,欢迎来到博尔贡学讲堂宅餐桌之手机美食摄影的课程 你是不是常常有那种羡慕别人拍的照片很美的心情 或是呢,你自己做好美食,但是你却迟迟抓不到拍摄的诀窍 这个课程当中呢,我将用简单的灯光还有食物的摆盘配置 以及最后的后置修图 来分享如何拍摄好宅宅家的美食摄影照 在这堂课程中呢,你可以从左边的照片变成一幅吸睛的美食摄影照哦 接着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课程单元 首先呢,会是第一单元 以简单的光线基本原理的解说 内容包含光线的颜色、质地 以及光线的方向与摄影之间的变化 结束光线的介绍呢,会进行到实作的拍摄 这次的主题是宅在家的美食摄影照 从第二到第四单元是以早午、晚餐作为主题来分享 第二单元早餐的汉堡拍摄 从准备的道具物品,再到汉堡的食物造型 第三单元早午餐的舒肥养生餐盒的桌面配置 到第四单元的晚餐一大利面 利用台灯当主光进行手机摄影 最后呢,第五单元会为大家做总结整理 那就让我们来开始这堂课程吧 第一单元,光线的基本解说 拍照的时候光线基本上是最重要的条件 光线呢,就像是摄影的调色盘 你有了好的光线 拍摄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拍出漂亮的照片 在这里呢,我把光线简单分成三个方向来介绍 光线的颜色,色温,光线的质地,柔软的光,强烈的硬光 最后再来说明光线的方向对于照片的呈现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色温就是色彩的温度变化 在这边呢,它的计算单位是K 颜色越蓝,色温的数字就越大 像你看图面上,黄色的色温数值就是3000K 到了蓝色,数值就变成8000K 那中间白光的地方呢,就是5000到6000K左右 我们往下面看到白平衡 那白平衡是为了要均衡色温 黑黄的色温呢,就是要用蓝色去均衡它 那偏蓝的则是用黄色来均衡 我们来看到这张投影片 大家会觉得哪张照片对于这个甜甜圈而言是比较正确的色温 没错,答案是中间的选项 那我们最左边偏黄的照片就可以用蓝色的白平衡去均衡 那蓝色则可以用黄色白平衡去均衡 黄色的色温呢,相对会给人温暖的感觉 而蓝色的色温则是给了寒暖的氛围 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由调整色温来赋予照片的感受 阳光的高低也可以在摄影照片里创造想要呈现的时间点 而每个时间的色温都有不同的变化 就像你看到这两张照片 这张的影子呢,比较短 借此我们可以断定这张照片想呈现的时间点是平常中午的时间 而这张呢,影子很长,而且也很斜 所以呢,我们可以借此断定它是一片像清晨阳光刚出来 或是夕阳西下的时间点 光线呢,有分很多个质地 在这边呢,我简单分成柔光跟阴光来为大家解说 那阴光呢,就是阳光直射 没有任何振蔽物所照射下来的光线 那柔光就像是阳光透过云朵遮挡 在照射下来的光线 可以简单透过观察影子的边缘来判断是哪种光线 阴光的影子边缘比较锐利 而柔光的影子边缘就比较柔和 阴光很常用来拍摄想要呈现夏日氛围的食物 柔光呢,则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光线 营造一张照片的氛围不单单只是光线 还有画面的配色等等 但光线可以决定很大的一个部分 接着我们来讲光线的方向 摄影者跟光线的方向之间的关联 对于照片的呈现呢,有很大的决定条件 从顺光来说 顺光的话呢,就是摄影者跟光线成同一个方向 拍摄出来的照片会比较平一点点 稍微没有细节 如果要拍的明亮清楚也可以使用这种光线 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补光 异光是摄影者与光线成正对面的方向 如果要拍摄这样的氛围呢 暗面的补光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光源来自背后 食物的前方呢都会是暗色的 可以透过白色的纸张 白色保利笼板 小镜子补光 最后就是侧边光 也是我最常使用的光线 这样的光线呢 可以让物体的细节出来 而又不会让暗面太暗 不管哪个方向的光线 画面当中最亮的就是主光 然后我们再依照现场的状况来决定是不是需要补光 接着就让我们进行到实作拍摄的部分吧 在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先下载好这两款手机APP软体 课程的最后会有手机修图的部分 是以这两款APP来做示范 以及呢你可以先思考一下你家里面有什么光源 那自然光的部分呢会在第二到第三单元 这边可以寻找家中阳光照射进来的窗户 人造光的话呢会使用在第四单元 可以找台灯、立灯等等出光量稍微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最后开启手机隔线的功能 可以帮助你在构图上比较顺利 那我们就进入实作拍摄的第一单元 早餐、火腿汉堡的套餐拍摄 第一个阶段呢我会先示范汉堡的食物造型 我准备了汉堡面包、紫洋葱、番茄片、起司片、芥末酱、竹签以及小镊子 那背景板的部分呢我是买大块的薄力龙板 然后再贴上字年壁纸当我的背板使用 首先呢你拍摄食物最重要的就是拍摄的那一面要完美 我选择当中比较漂亮的汉堡面包当做正面 分别叠上紫色洋葱 加上火腿 番茄片 起司 在做的过程中呢你可以随时拿面包上盖省视位置 最后再加上蔬菜之前呢我会插上竹签 这个竹签可以固定生菜 同时也可以保持上盖不会将生菜压变 保持汉堡的高度 在摆放的时候呢我着重在拍摄那一面的完整性 盖上上盖看汉堡完成的样子之后呢 我会用竹签沾芥末酱化出酱汁流动的样子 这边呢你也可以用粗的针筒来挤酱汁 或是准备筷子镍子都可以 上盖的部分也将外面涂上一层酱汁 创造一种汉堡多汁而流出来的感觉 这次的灯光呢是自然光 我拍摄的位置呢有个大的落地窗 时间大约是在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左右 光的前面有白色的透光窗帘 摆放的顺序首先最先摆的是我们最主要的主角物件 决定好这个物件的位置之后呢 在中间的主角为主 依序摆上其他位置的物品 过程中呢会不断的调整角度与位置 排放差不多的时候 我也会用餐巾来增加桌面的细节 餐巾的颜色选择一条跟紫色洋葱与桌面相似的颜色 完成大概的摆放你就可以进行拍摄了 请大家开启隔线的功能 我们透过隔线可以将画面分割 可以把画面比较重点的东西摆在交叉点上 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例如三角构图 S型构图等等 都可以帮助你构图的精准 这一张我把汉堡摆在隔线片中央的位置 用平式的角度拍摄 以及第二张稍微用高一点点的角度拍摄 平的角度呢你可以更看到汉堡每一层的细节 而高的角度呢则是除了主角本身之外 也能拍到桌上很多不一样的物件 你们想要拍出东西的高度也会用仰角的方式去拍摄 手机的话呢你可以倒过来拍 可以拍得很高效果也不错哦 我特别将这张的重点放在左边想要延伸照片的空间 让整个画面不要那么的紧凑 这张我用人像模式拍摄 可以拍出紧身 如果手机没有人像模式的功能 之后的修图也会用APP来模糊画面创造紧身 像这张画面摆满放在正中间 而且没有紧身 左边这张相对而言重点有出来 并且也有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区隔 我们也可以将另外一个主角放在画面的前面当紧身 同时将前面的汉堡切掉一点 视觉的动线呢就会从右下角带入到中间的汉堡 现在我要来拍摄俯视角 俯视的话呢我就把没有上盖的汉堡当主角 餐巾同时也可以当拉视觉线条的道具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简单的部分呢是我的主角 所以我把它摆在隔线的正中央重点的位置 通常呢餐具会摆在右手边 因为右边是惯用手 餐具的角度又跟砖板的把手角度有些落差 才不会看起来有点呆板 透过重点的摆放呢你也可以设定想要给观者的看图顺序 那这张的看图顺序呢就是从中间的砧板 再到右上方的沙拉 再回到整张图 就完成了这个俯视的拍摄 接着来到午餐的部分 舒肥养生餐盒 这边呢我叫了两个外送便当 我用了木头的桌面搭配竹子砧板 木制餐具 还有这两种颜色的鸡蛋 等等再看画面搭配颜色 最后也准备了一些冰箱里面有的蔬菜水果 这边就是我这次准备的所有物品 小镊子呢在这个单元会拍上很大的用场 我会用它来整理摆放便当 我重新煮了水煮蛋 因为蛋的漂亮与否对这张画面美感呈现有很大的作用 最后呢将整理好的便当 重新撒上胡椒粉 完整这个便当的样子 再来看 灯光的光源跟早餐的汉堡拍摄差不多 一样是由窗户外面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自然光 不过呢时间要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对于光线的强弱并没有影响太大 首先呢我们把物品没有经过角度的思考 直接摆放上去 会在照片上看起来不太活泼 线条要水平也没有太水平 三个物件都很值得摆放在画面上 这边我重新摆放 在摆放上呢我一样先决定好主角的位置 再进行旁边配件的摆放 服饰角我们也可以想像我们正在秒看整个程式 可以用很有规则的线条摆放你的食物 被线条有机型的东西 例如蔬菜水果类 摆放上去同时也可以增加画面的丰富性 蔬菜水果可以喷洒一点水珠增加新鲜的感觉 最后呢服饰角度完成大概长这样 有线条方形的物件 每个物件之间的垂直水平都差不多 那些有机型态的舒服 就按照画面空洞的地方进行适当的摆放 就完成了这张照片 你也可以不要按照线条 但每个物件的角度都不要摆放一样 让它有角度上的变化 然后再将画面拉近一点点 将主角的范围变大 看起来也会很好看 45度角的拍摄直接用内建的相机进行拍摄 那因为内建的相机通常是广角的 拍起来呢画面会有一点点变形的感觉 并且也很容易拍入后面不想要的东西 通常我要拍的话呢会将画面拉近 让视角不要变形太多 这样的画面比起刚刚的照片 重点更加显明 那在拍摄这种有高度的东西 如果你角度拉太低的话 便当内部的东西就完全烧失不见了 像这样的东西呢 建议用高一点的角度去拍摄 也可以特写其中一个便当 让另外一个便当当后面的三镜 涂面的层次也会很丰富 那如果这张图你没有用另外一个便当衬托 右上角的地方就会感觉空一块在那边 进去 посмотр我 那里来不见了 这个面对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相传来 透過不斷的拍攝一定可以找到最想要的角度 這張是用修圖軟體修過之後拍攝完成的照片 來到實作的最後一個單元晚餐的義大利麵 這邊我準備了製作義大利麵用到的所有材料 麵醬罐 新鮮的蔬菜食材等等 用來盛裝義大利麵的器具是一個小型的鑄鐵鍋 餐巾 這邊是我準備的所有道具 因為這張我想要拍比較暗色的氛圍 所以我桌面也選擇了一個深木色的底色 這種紙張用來拍攝非常方便 雖然它沒有明顯的紋路凹凸質感 但是拍起來其實有時候也很像真的木頭 簡單一張攝帶方便 收納也非常的容易 首先我先來將我的麵盛盤 慢慢的捲麵 然後把我預留的醬汁淋上去 慢慢的將食物的樣子擺好 拍攝出來的樣子其實就會蠻漂亮的 尤其你在拍攝食物的時候 好看的食物就像完裝的模特兒一樣 怎麼拍怎麼好看 最後呢撒上一點點綠色的葉菜當作陪襯 燈光光源的部分我用台燈當我的主光 放在左邊 那背景的部分除了剛剛的木紋紙張當底色 我還放了一塊黑色霧面的布在後方 這樣霧面的布不反光完全的西光 拍起來就是很深的黑色 那右邊呢我補了一個銀色的反光板補光 大家可以看看有補跟沒有補的差異 然後選定中間的位置 像這種光影強烈的光源 高的東西記得擺在離光源最遠的位置 不然影子呢會擋到整個畫面 位置定好後 用剛剛準備的配件圍繞著擺放 因為主角是圓形的盤子 周圍的蔬果也是圓形的居多 所以我放了一塊餐巾在面的下方 改變它視覺上的形狀 在擺放的時候呢要不斷的測試 物件的角度與方向 尤其呢是有些有方向與指向性的物件 更是在畫面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這些線條呢可以帶動觀者的視覺順序 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擺放的時候不斷的調整桌面上各自物件的位置 達到想要的狀態 這個主角周圍的蔬菜呢我也是按照大小排列 由大至小圍繞在意大利麵的周圍 像這個地方呢就是用木紋背景紙 而非使用真實的木頭拍攝 會出現的反光小破綻 拍起來的樣子就像這樣 圍繞著一個圈 意大利麵是一個圓圈 這個圓圈的外面又圍繞著一個圓圈 然後鍋把跟餐具的指向方向朝著麵醬罐 想要藉由這樣的指向呢 來跟觀者說是用什麼樣子的材料做成的美味料理 在拍攝45度角的時候呢 餐具的位置不變 鍋把的方向我將它往後移動 讓觀者的視覺可以更直接的注視在意大利麵上 最後呢經過修圖就完成了這次的晚餐拍攝 接著呢我們就進入到後製修圖的部分 首先先打開BSCO這個軟體 點選想要的照片 就可以開始進行修圖 我會先套用一個基本的濾鏡 然後再進行微調 微調的內容呢 首先我會先調整基本的曝光與對比 增加瑞麗度 以及提高保額度 讓整體的顏色更鮮豔 亮面與暗面過暗或過曝 都可以利用這個選項來調整細節 色溫呢我選擇調整難一點點 因為想要呈現你的時間點是早上 接近中午的時間 這張圖的亮部面積很多 我調整高亮的顏色 增加一點點的綠色在亮面 增加一點點的綠色在亮面 剛剛最後有提到沒有人像模式功能的手機 也可以用這個模糊的選項來製作景深 像製作景深的狀況之下呢 主角跟配角之間的界線會更明顯 主腹關係會更出來 第二個步驟就是打開印象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的一些濾鏡我也蠻喜歡的 跟剛剛一樣先選好一個濾鏡 進去調整它的細節 這個軟體呢有其他的光效功能是我非常喜歡的 可以增加很長的陽光感 這個光效的位置盡量就擺在你原本光源的位置 最後打上你想要的文字 透過吸取顏色的功能 透過吸取顏色的功能 變化文字顏色 我把圖面裁切漢堡在正中央 就完成了這次的修圖 第三單元跟第四單元的圖 一樣都是用這樣的方法完成的 這樣呢你就完成了在在家中的早餐 午餐以及晚餐的拍攝了 以上就講完了這四個單元 如果你喜歡這堂課呢 或是想知道更多攝影的技巧 可以掃描這上面的QR Code 或是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我的社群上面私訊我 接下來就為以上四個單元做重點複習的總結整理 第一個單元光線的解說 我們從光線開始說起 分為三個部分 色溫的部分單位為K 白平衡與色溫的數字相反 那偏黃的色溫呢 色溫數字小也會有溫暖的感受 光線的質地可以透過觀察影子來瞭解 影子的長短呢 同時也可以賦予照片時間 如光會有柔和輕鬆的感受 而陰光呢 則是會有炙熱強烈的感覺 光線的方向分為順光、逆光、側光 那順光呢拍起來比較平 逆光呢必須要注意暗面 那側光呢則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光線 那這三種光呢同時都要注意 必須要搭配補光 這樣效果更好哦 第二單元早餐漢堡 那這個單元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是在做食物造型處理 我們必須把食物最漂亮的地方 用攝影呈現出來 第二個部分呢拍攝時候的擺放順序 我是從主角、配角、最後擺放道具 第三點開啟格線的功能 格線的功能呢可以幫助構圖的位置 你可以在擺好大致想要的樣子之後呢 再用格線的功能去加強 這樣也可以避免一開始就太拘泥於格線的構圖 第三單元 配件與主角之間的關係呢 必須是有關聯性的 可以用相似的色彩或是製作原料來擺設 第二個部分 線條垂直水平 如果你是服飾的角度 你可以想像你在規劃一個程式 讓線條垂直水平都是相對應的 如果你要交錯擺放的話 記得不要都是同一個方向 物件與物件之間稍微變化一下角度 會看起來更活潑 最後鏡頭的部分我會拉大 防止畫面變形 第四單元 晚餐的義大利麵 那這個單元呢 我是用台燈的光源做為我主要的光 我在右邊補了一個銀色的反光板 這個銀色的反光板呢 是用鋁箔紙加珍珠板去製作的 把鋁箔紙搂過並且貼在珍珠板上面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銀色反光板 鏡的部分我襯了一個不激光的黑布 用不激光的黑布可以讓拍攝起來的顏色 深色更深 在強烈的光源之下 高的配件記得要離光源遠一點 如果在光源的前面 這樣它的影子就會遮擋住所有的東西 配件如果是有方向性的話 它的指向也可以讓觀者的視覺動線帶到你想要的位置 最後謝謝你們看完這堂課再見 謝謝大家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